教育部推动校外实习计划 希望能够降低产学落差 适应超过6万名的学生参与 一名参与计划主修影视动画科的学生杜宇荣 他在霹雳公司实习的时候展现出细心的特质 在毕业前已经被公司延览成为正式员工 为了降低学用落差 教育部补仪基专校院推动业界专家到校协同教学 禀家强落实学生到校外实习 今天展现成果 科尼医务管理专科学校影视动画科学生 深度引游 暑假到移民服务的霹雳布袋系公司实习 从人偶造型的搭配到修复 细心的羽绒实习一年就获得公司聘用 成为正式员工 像是有些偶的头冠啊 或是帽子的耳环之类的 就是像会不知道组装要怎么做 还要在尽叫做 最大收获就是因为在公司的社会经验 除了实习教育部也鼓励学校聘用 业界专家到学校担任业师协同教学 把业界的实战经验带到校园 让学生学习和产业没有落差 能在职场上多累积经验 然后以后可以当你一个好的师傅 透过业师教学和产业实习 学生更了解自己需要精进的能力 教育部就统计102学年度 共有6万多名学生参与实习 是101学年的1.12倍 且有将近8成3曾经参与实习的学生 毕业后都能进入相关领域工作 内科报记者郑宇谦台北报道 《 hayat》 城脱砌 冇